大家好 童文成突破 童文成我是童文勋 我们今天讲这个小词剧场跟蔡英文的故事馆 其实非常的相似 对不对 你看他都是在被媒体逼迫的情况之下 才勉强的拿出来他的毕业证书 而这个毕业证书也是形式很诡异 有人去比对过了 跟当时的同届的毕业生的毕业证书看起来不一样 而开罗大学跟LSE都一样 出过这个学位落门的问题 出过这样的丑闻 而开罗大学更严重 他事实上是一直到2015年的时候 都还在继续贩卖学位 贩卖文凭 有文凭造假的这样的问题 而且 日本对于埃及 有很多的金钱的援助 跟台湾在蔡英文 他在陆委会的时候 也资助过斯芳隆 跟王思福 就是所谓的这个 台湾研究计划 这个在LSE的这个研究计划 斯芳隆负责的研究计划 我相信所有观众已经都比我还熟了 大家都是这个可以朗朗上口了 这个研究计划就是王思福 可是有一些活动 在台湾的活动 跟当时的教育部部长 杜振盛 在台湾的一些活动 蔡英文担任这个陆委会主委的时候 曾经赞助过 等到2007年 他已经下野了 他当时已经跑去当宇昌的这个董事长 所以后来才会有宇昌案的发生 那宇昌案其实有一个要角 这个人叫做尹燕良 那他的出手的手笔呢 通常一百万美金 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整数的一个出手的手笔 所以到底今天为止 没有人知道说 这个给施芳隆 给王思福 在LSE的这个研究计划的48万英镑 相当于当时的一百万美金 到底是谁给的 匿名捐款 当年有六百多笔的这个捐款 曾经被揭出来吗 只有一笔是匿名 就是这一笔 这显然是一个研究计划 那我们不管这个研究计划如何 不是研究计划 是援救计划 一个一个救援的人出场了 这样子 可是我们把时间拉回来 当时小池在开罗 后来他的同寝室的证人 跟蔡英文像不像 一样有同寝室的证人嘛 那小池的同寝室的证人就说 第一个他都没有在念书啊 他晚上啊 常常就是去这个 去溜出去开party啊 到了早上还回来 后来因为影响他的生活的这个秩序啊 没办法 他只好就是跟他决裂了 就搬出去了 两个人后来就没有再住在一起 可是他知道啊 他学业根本就不能过关 他当时的阿拉伯文的程度呢 就大概停留在英文的 This is an apple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水准 那为什么能够第一名毕业呢 不可思议 所以他这个证人 同寝室的证人就说了 后来从报章媒体看到说 他竟然是第一名毕业 他觉得不可思议 有人可以造假造成这个样子 所以他出来作证 蔡英文也有这个 同寝室的这个闺蜜啊 赖信源啊 也出来作证啊 结果他一作证啊 就说啊 蔡英文把这个打字机送给他了 那时候赖信源跑到SUSAS去念书的时候 这台电动打字机呢 英伦电动打字机呢 还曾经呢引起其他同学的羡慕 还有很多人来跑他 跑来找他借 所以 这个 同寝室的这个室友啊 所讲出来的话 都让这些当事人呢 没有办法反应 没有办法回嘴 没有办法反应 这个故事太相似了 还有另外一相似的 小时说 后来他在这个开罗啊 好像一副还没有打算要回家 他那时候很年轻就结婚了 后来离婚了 然后呢他父亲啊 就找他回去 父亲就叫他回日本 他就回日本了 那他父亲呢 是个生意人 所以跟蔡英文是不是又是有一个重叠的地方 我们从头数到尾 有太多相似的地方 待会我们把它列出来 从李登辉 对不对 他们从政之后 都跟这个老先生有过交集 虽然说这个交集并不是很多 但是都有过交集 然后呢 他们回到自己的本土啊 都是爸爸叫他回来的 然后父亲呢 经商 吃生意人 然后跟政界的关系 这样一步一步把女儿推上政界 这多相似 那蔡英文怎么说 蔡英文在2011年的 他的人生的意外 讲座里面讲啊 他那时候 写完论文了 想要把论文烧掉 有些东西是不实在的 那因为没有看到论文嘛 那后来他说啊 他在天涯海角啊 某一个角落 他父亲把他找回来 同样的话 在他2011年出版的 洋葱炒蛋里面 也有讲 他说 父亲叫他回家 在某一个不知名的角落 父亲把他找回去了 那所以 其实蔡杰森 对于女儿啊 的这种爱啊 事实上是 易于言表的 大家可以理解 他教他什么呢 装生成 不要让别人猜到你在想什么 这有点 君统特务的这种特质 不要让人家知道你在想什么 不要让人家知道你的底 不要让人家知道你有多少兄弟姐妹 张柏年到底是不是蔡杰森亲生儿子 没有人知道 他们也不会去做 做陈述 甚至会找律师出来说 哎呀那是张家跟他们家没有关系 可不是啊 明明这个人后来被查出来了 就是蔡英文的 头母的哥哥啊 同一个妈妈生啊 为什么不讲 你却要扭曲把他说成是另外一个什么 狗标服装的张家参与了 还跟热海饭店有关系 然后参与了热马的投资 没有啊 我们现在查到资料 从头到尾就只有蔡杰森跟张柏年出马 去跟前面七个地主买到了土地 同一天签了合约 然后 然后成立正中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这没有官邸的力量在后面 不可思议 爸爸叫你回家了 你就回家了 就很像这个 什么张君雅小妹妹 那个面已经煮好了 回家吃面了 爸爸叫你回家了 一模一样 你看他们两个相似度 那回家要干什么呢 回家就是 回家就是 开始后面 夫妻有安排了一些事情嘛 对不对 那可是蔡杰森帮蔡英文所安排了这样一条路呢 其实是操心的开始而已 他帮他安排了出国 他帮他安排了回国 还要再帮他安排工作 这是一条操心的开始 那为什么会是刘铁针呢 今天我们查到现在 发现说 蔡杰森跟军方的关系 跟军统的关系 是这么的密切 他所 一手操盘的这个勒马饭店 根本就是中央各军事学校同学会馆 他就是个幽灵会馆 可是这些幽灵有离开他吗 还是在背后吸他的血 你需不需要供应给这些要背后的幽灵 越来越多的资料会出来 你只要继续查 资料都会出来 所以为什么要写成书 就是列入记录 然后有一些东西 有一些读者看了 也许他们就会提供他们所知道的 或是他们在某一年某一月 因缘巧合所看到的资料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一些缺失的拼图给拼起来 所以为什么 如果你是一个独立人格体 为什么你爸爸叫你回家你就回家了 显然小瓷百合子在某些性格上面 跟蔡英文有相似之处 然后你看他跟老人家的相处 小瓷百合子的能耐 跟蔡英文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们下一段进来 请不吝点赞 加入VTW会员 搜寻LINEID加入好友 进入atVTW 加入好友后点击聊天开始操作 点击点子登入 如右图依序回复完成注册 加入付费会员 享有专属优惠 点击大图 点击您想订阅的会员方案 填妥信用卡号等有效资讯 完成付款 晋升为金传金职会员 谢谢您的支持 感谢ご視联合 赞紧プグッズ 去揣摩 与刀 忌豆 状 Io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能难听一点会变成说是手段 我们这样讲好了 就是说跟长辈应对进退的这样的一个礼节 有的人很会撒嬌啊 对不对 很会撒嬌 然后就会得长辈缘 有的人不是 他就是严肃 真真真真的 但是长辈也是很疼你 不一样的走法 可是我们知道 就是从去年在选举的时候 记不记得孤宽敏生病 然后蔡英文去探访她 拉着老先生的手 长达好像超过半个小时以上 还是多久 都没有放手 这种 很会按捺老人家的这种 我还是找不到term 我找不到名词 就手段好了 这手段 我发誓 我做不到 人各有长处 有人就是很厉害 有人就是做不到 有人可能居肩 你真的很熟悉的老人家 你当然可以做到 而且那是发自内心的 很亲切的 不是刻意的 或是为了选举 为了利益 而去拉拢的 那是不一样的 那你看小池跟李登辉的合照 他整个人这样轻轻的这样 对不对 很塞呐的这样 靠在他身上 这个就是他的本事 那我们知道在日本的政界 事实上 有一些丑闻 曾经有一些丑闻 那个传出来 女性的政治人物 从政的从政人物 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即使在美国也都一样 这个跟这个在演艺圈 演艺圈这个MeToo的这样的一个宣誓 有没有可能有一天在政坛也会有MeToo呢 我怀疑 演艺圈的MeToo 这么多年来才 对不对 才有人有勇气站出来 然后得到这个大家的支持 可是政坛的MeToo 我觉得可能性太低了 因为从政人物 如果出来说MeToo的话 可能未必能够摧毁那个侵犯他的 或是用这个身体来勒索他的 这个男性的这些政客 反而有人说他有本事 可是对于女性的从政人员呢 可能就是完全的 整个政治生涯的摧毁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 那所以我们来看他们两个的近似度 其实整个做对照表下来 你会发现说非常的惊人 从父亲叫他回家 一直到后来的整个政坛之路 其实可以把两个人完全放在一个天秤上面来看 所以我们就会开玩笑说 是不是我们的日文版出版的时候 不要再放宋美龄了 就直接放小词跟蔡英文 可能也还蛮合拍的 那这样可能日本人可能会更看得懂 就是说这本书要表达什么 当时开玩笑 因为小词在这本书里面 如果我们要出日文版 要做一个把小词的故事也放进来 做一个对照的话 顶多就是多一张 就是因为日本版所以不一样 顶多就是多一个小的篇幅 但是整个故事的灵魂还是一样 我们想呈现的就是这个党国的体制 这个党国的灵魂 以及这种威权的思想 这种掌握权力之后 就要把国家机器整个拿来分配 然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这种非民主的这个姿态 我们想要呈现 而且确实有连结 有很多地方可以对接 所以我们才会去用到宋美龄 他真的是这个故事的灵魂 所以日文版我们不可能去放 这个小词的相片 这是开玩笑的 所以我们今天再回顾这个蔡英文 他去迪卡尔的时候 拿着这张这个所谓的证书 跑到迪卡尔去 他去迪卡尔的时候 很多人没有注意 大家努力在看这个证书 很多人没有注意 其实他当时跟迪卡尔的 这些年轻人在讲什么呢 在讲说你们这个办公室 是不是自己的 迪卡尔的负责人说不是 讲创业维艰 从几个人开始cooking 然后变成现在有多少员工 然后他每一天呢 po多少文 有多少的点击率 最后蔡英文离开的时候 跟这些年轻人说什么呢 说办公室还是最好还是要买下来 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建议 他觉得很聪明啊 我总要给你一些建议嘛 我以一个成功的前辈的角度 我给你一些device 对不对 他给他的device竟然是说 这些人是真的在创业的年轻人 给他的device是说 要买不动产 这让我们非常的感慨 在1960年代一直到2000年 整个蔡家在做什么 靠不动产发机 怎么样拿到不动产 前面赚美军的钱 发战争财 修车啊 那也是战争财啊 然后后来疲漏经济 他们也沾上了 能赚钱的 你看这些东西 哪一件事情对于台湾的文明 文化 台湾的经济 台湾的 我们住在这块土地上 所有的人的居住正义 哪一件事情有贡献 相反的 是造成我们今天住者无其屋 年轻人现在低薪 甚至连结婚都没有办法结婚 不敢去想象自己有没有小孩 所以都养毛小孩 这个过程 他们家没有任何的贡献 只有寄生 寄生在政府 寄生在这个社会 寄生在这块土地上 然后换取利益 这是我们看到的现象 小池呢 我查了一下小池的资料 你发现说其实 他当时在选东京都知事的时候 所承诺的事情好像没有做到 好像有七八项 没有做到的 其中有一项是说 不要虐杀这个动物 不要虐杀宠物 不要再有这样的一个虐杀 他有标示 这些东西其实 看不出来小池有什么样的能力 可是小池竟然被包装成 将来要往首相之位 前进的人 这时候就又让我想到了 这两位女性 她们跟中共的关系是什么 小池是名枪名杖的 就是摆明的这个 她们以中国话来说 摆明马车 就是她的整个展望 她跟中国的关系 她是心中的 蔡英文呢 蔡英文嘴巴说反共 也没有直接说反共 事实上她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 希望能够蔡熙会 不管是选赢的那一天 1月11号当天的记者会 最后讲的就是怎么样 要跟中共坐下来谈 你要谈什么 所以我们看蔡英文 不要看她说什么 要看她做什么 要找出她真的想要什么 那从她身边人来看 就更清楚了嘛 所以她的国师江春南 是文化总会的现在的副会长 对不对 就是实际的操盘手嘛 因为会长就是总统 这是文化总会过去以来的习惯 那我们也跟大家报告过了 文化总会从蒋介石成立开始 历经李登辉 陈水扁 马英九到蔡英文 那这样子过来 当然中间还有一个蒋经国 这样的过来的过程 一直到陈水扁的时候 把它改成国家文化总会 好国家文化总会 所以有点打擦边球 就是说我不要去说台湾文化总会 好像有点太刺激 我就包容万物 我把原住民有来这边的 不管是荷兰的文化 美国的文化 日本的文化全部包进来 中国文化也算一部分 所以叫做国家文化总会 等到2008年之后 蛮久上台 大概在2012年左右吧 他又把它改回来 叫做中华文化总会 蔡英文上台之后 到现在已经第二届了 仍然叫做中华文化总会 你就知道蔡英文的基本的信仰是什么 江川人怎么说 他说蔡英文跟两国论起草 完全没有关系 讲的人是胡说八道 再来蔡英文一个台独都不认识 所以我要反问的是 那请问这些台独认识蔡英文吗 我认为是不认识的 他们连蔡英文是谁都不认识 所以推荐给我们蔡英文的人 李远哲院长 最后才会问这句话 Who is she 我们下一段进来 字幕志愿者 李远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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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所以我们进来讲小识百合子的学位的怡云 首先我们就来看看 小识百合子曾经在媒体上所公布的 第一个就是他的毕业证书 另外还有一个毕业证明书 就是当时他们学位还蛮有趣的 这是在开罗大学1976年的时候 蛮有趣的 他有毕业证书 还有一个毕业证明书 他证明书上面有相片 也有这一个 有一些邮票 看起来像印花 然后有一些印章 这个印章模糊到不行 好 我们请导播进来 这个是日本的这个 他的电视上面的截图 那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 他的毕业证书上面 就有一个绿色的这个logo 像校徽这样的一个logo 然后右边这一张毕业证明书 他上面就有一些模模糊糊的印章 而且这个印章的形状很奇怪 他不是正圆形的 比较像是椭圆形的 就是盖在这个小磁牌盒子的 这个年轻的时候 这个相片上面 他竟然是一个椭圆形的图章 然后下面还有另外两个图章 也都是模模糊糊的 非常的不清楚 为什么 有这个学位问题的人呢 他的这个证书 拿出来就是模模糊糊的 那蔡英文呢 我们可以来对照一下 蔡英文拿出来的所谓的这个毕业证书啊 竟然有三个版本 然后刚印呢 我们也比对过了 刚印也是不清楚 位置啦 然后这个整个毕业证书的这个签名的人啊 都不对啊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看到他拿出来第一个正式的版本 看起来是连刚印都没有 为什么都是这种结局啊 第二个 毕业证明书 小吃百合子拿出来之后还有相片 还贴了邮票 还有一些这个模模糊糊的这个印章 椭圆形的这样的印章 蔡英文是连签名的人都没有 这怎么会有证据力呢 所以我们来对比一下 这个有趣的就是 这个都可以放大嘛 对不对 就是小吃百合子呢 他被比对出来了 就是说他曾经拿出来的两次的 他的证书的上面的这个logo啊 竟然长得不一样 怎么样比呢 就是他曾经在这个媒体上面所公布的啊 是去上了一个那个讲坛社 他去讲坛社呢 公布了一个就是他又用这个 前面有一个他的相片 他是披着一个这样 沙鲁地阿拉伯的 这样女性所披着大的一个黑色的 这个披风穿在身上 然后坐在地上 盘腿坐在地上 这张证书呢 跟他后来在媒体上所秀出来 这个绿色的这个证书啊 字体啊 左边这个字体很清楚 右边那个字体不清楚 可是如果是正面来说啊 不要说他有角度的差异啊 他都有两个logo 那个logo呢 一个是绿色的对不对 一个是蓝色的 这个logo 这就很诡异了 把这两个logo放大到差不多大小 来比对的时候呢 就发现说 诶 这会是两个一样的图吗 明显不是 明显不是 你看 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 私生人面向的图吧 然后 你看他 他的这个黑色的这个 有一个好像三角形空洞这个位置呢 比例也不对 然后他上面呢 有一个拱形 像一个圆柱拱形的位置呢 比例也不对 这个比较模糊的这一张啊 他上面拱形好像上面还有凸出来一个小圆球 可是左边的这个图呢 却比较明显清晰啊 他是一个聚集在一个端点的 是聚集在一起 他上面并没有一个拱形的小圆球 再来是照理说 这不应该有灰色地带 是白就是白 是黑就是黑 可是右边这张模糊的呢 是黑白不清 然后线条呢 也都不一致 所以两张是无法重叠在一起的 我说过 其实过去在比照 比照这个 比对这个硬件跟签名的大小不一样 其实很容易 你就是把这个图呢 印文印出来之后把它放大 投影在这个 这个投影片上 投影在墙壁上 你一直把它放大放大到一个比例的时候 它的微小的细节的这个部分呢 就可以让你比对出来 比如说两个一张把它重叠 你就会发现说 这个印章的这个大小根本不一样 因为虽然看起来都四方形对不对 其实你把它放大的时候还是会有差异 然后再来是它的刻印的角度 即使是用电脑刻印 好像复刻一样 其实你把它放大还是不一样 线条的粗细 在某些细节的角度就会不一样 所以放大是最好的比对的方法 OK好 然后这个小子百合子的这个毕业证明书啊 证明书啊 这个就有这个 就是踢爆他的这个文艺春秋呢 就做着比对 把它拿来跟同时期毕业的另外一个学生啊 学子的这位男士做比对 你就会发现说 这个光是印章的这个部分 怎么可能小子百合子的会模糊成那个样子 这明显有造假的问题 你看他把它放大 同样是一张图嘛 他把它放大 右边这一位男士的这个毕业证书啊 他放大之后可以看得很清楚啊 这是一个像是老鹰的图腾对不对 这个logo 然后它是一个正圆形 它是一个正圆形 清清楚楚的是一个正圆形 然后边框非常的明显 内框也很明显 这个印章盖了好几个地方 可是小子百合子这个东西呢 连他原来的图腾应该是长什么样子 都不清不楚 比较可能是复制 就是别人的这个毕业证书啊 这个图呢 用复制的方式 再去贴上自己的相片 然后再去用复制的方式 去盖在相片上 所以才会盖出一个 椭圆形的图形 有没有 在他的相片上 右边这个人呢 是正圆形 他仍然是正圆形的形式形态 所以这种比对啊 其实没那么难 你也可以做 我也可以做 就是把它放大 一直放大放大到 这个大小差不多的时候把它重叠一看 就知道说买一个可能是有造假的遗云 所以以这样来比对的话 那再回去看这个 蔡英文的这个论文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就很清楚可以知道 他们两个有多少相似之处 一样嘛 论文只要你的证书的正本拿出来 证书拿出来 就可以跟同时期的证书做比较 然后你的刚硬的状态 也可以跟同时期的其他人证书做比较 有很多人是愿意出来作证的 这也难怪蔡英文的这个控告这个林环强 赫德芬老师 所谓的毁谤这个官司呢 到现在还不开庭 因为开庭就尴尬了 所以最有可能的结局 我已经这个预告了很多次 我认为最后的结局应该是蔡英文会策告 我们下一段进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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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小池剧场是日本的朋友笑小池 他就是整天在演小池剧场 其实到现在为止都是平面媒体在报道小池学位的闹剧 那其实我相信知道这个问题的人呢 其实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问题是 小池他当然有他的采购权力 以及他的政界的这个影响力嘛 所以到目前为止主流媒体 尤其是电视媒体呢不报道 所以还是有很多的日本人呢不清楚小池的学位的问题 清楚的人呢都是会去看这个网路新闻 会大量阅读 然后会去看杂志的 甚至去那个Amazon买书啊 非要把这个事情追究到底的弄清楚问题的这群人 这群人在日本仍然还是占少数啊 所以小池很有可能就是可以顺利的过关 选上这个东京都知识 可是有没有可能会被拉下来呢 其实是很有可能的 对日本来说 这是我们值得羡慕的地方 就是说他有一个相对于台湾 他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虽然说他也是面临了 比如说北韩的问题啦 南韩也并不友善 还有俄罗斯 还有中国 这样的列强 这些有点小疯狂的这些国家 这个在他的周边 所以他有他的自己国家的压力 并不是说我们就是看轻了 看中了自己的这个问题 看轻了他的问题 其实他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所以谁执政 谁都是 所有把这些事情通通要扛起来 所以没有人是容易的 那小池的问题 其实相对于台湾 他们可以容忍容纳一个空间 就是说我即使让你选上 我也可以把你拉下来 东京都知识已经有两任 曾经被拉下来 做到一半就被拉下来了 所以小池如果将来因为这个学位的问题 有人继续追啊 被拉下来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但是因为小池可能会面对一个刑事责任的追溯 所以他的反弹的力道以及他的努力 我们也不要小去也不要小看 他一定会努力去要熬过这一关的 否则的话真的要这个下台兼坐牢吗 这个当然我觉得坐牢其实不是太恐怖的事情 你如果真的犯了错 然后依据这个法院的判决认为你应该去坐牢 那就去坐牢吧 出来还是一条好汉嘛 何必挂碍在心怀啊 那小池呢 其实小池如果能够承认 他自己有犯了什么样的错误 我相信日本人是会原谅他的 就像蔡英文 我觉得最好的这个机会 是在他520的就职典礼的时候 他开中民意就说 我曾经在年轻的时候犯下了这样的错误 可是我已经在这种痛苦的过程中呢 学到了诚实为上策 然后跟国民怎么样道歉 然后接着我们要走向公开透明 然后不再说谎的人生 这对他来说是一个人生的多好的一个提升 也是对于整个国家一个多好的面向光明的提升 可惜520我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喜剧 相对我觉得我们在520的时候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悲剧 就是在520的前四天 总统府的骇客们到今天为止没有真相 我们看到的真相就是 蔡英文插手到行政院的人事任命 已经逾越宪法给予总统的权限 我们看到他又去兼了民进党的党主席 我们看到整个没有权责没有办法监督的这群人 在瓜分整个政府 他们集体寄生在政府身上 寄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在享用着我们纳税前 这个是悲剧 然后他甚至还继续想着要跟中国怎么样呢 和平对等民主对话 你为什么不号召说我们要推动跟美国建交呢 你为什么不号召说我们要继续推动 跟日本建构单边或多边的贸易协定呢 TATPP到现在已经没有人再提了 有人在推动吗 所以这是一场悲剧 那或许也是一场闹剧 因为没有几天之后呢 520之后没有几天 这个监察院长的提名 副院长的提名呢 就变成了一场闹剧 到今天为止也不讲实话 谁排版定案 总统提名监察院院长跟副院长 这总统的职权呢 所以犯错还能赖给别人吗 那你来赖来看是谁提议的 不然的话你就得一肩扛啦 凡是给他一肩扛的东西 他都保持沉默 推别人出来讲 这种不成熟的性格 这种幼稚病啊 从他27岁 没有办法过关 必须给他父亲打电话叫他回国 不要流浪了 回来吧 从他在2004年 那一年他已经48岁了 48岁的时候 他的所谓的论文指导教授 Michael Elliott 来采访陈水扁 他竟然躲起来了神隐了 48岁还在扮演神隐少女吗 他是一个不敢面对现实 有幼稚病 然后希望事情由别人来解决 只要他没有办法解决 他就躲起来 这样的人能够承担国家的重责大任吗 连一个习政院副院长都不敢出来扛 明明就是你的职权 你不敢出来扛 那你说吧 是谁围在你身边 在瓜分这些职权 把他推出来啊 有一个故事叫做政界你的人头一用嘛 对不对 把这些人推出来啊 让我们看看是谁啊 现在是说 音系跟新潮流又斗起来了 我们不要看这种难看的 恶心的 这种权斗大戏 我们要看依照宪法 你们的会议记录在哪里 有一个六人的监察委员的提名小组 你们的决议在哪里 你的会议记录在哪里 还是你们开会的时候都是门关起来 享用你们这个小运便当吗 然后你们一边谈 谈出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通通不可以知道 有这么伟大 有这么可怕 应该要被监督的 我们知道有些人会放弃监督 认为不应该监督 可是在这件事情上面 显然民进党立委认为 应该要被监督的啊 是不是 只是你们现在是关在这个民党里面 好像是茶壶里面的风暴 有对人民交代吗 那国民党是根本不及格啦 你们现在好像被拉走了一个黄建廷之后呢 怎么样 恨不得黄建廷呢 就被党纪处分 然后退党 然后 他到底是不是你们党内有机会 可以往上培植的人呢 国民党的所谓的人才就这样一个一个被断送了 所以有人怀疑 这一招是高招啊 所谓的二桃杀三世 连桃子都没拿出来呢 就有人被杀了 政治前途就结束了 那为什么这些人可以认为自己可以在这个蓝绿之间 这个跳跃呢 可以跨越呢 不过就是真相 这就是他们在集体分赃 坐地分赃 哪里有蓝绿的问题 他们根本就是一家亲 也没有红色的问题 他们跟红色的关系 无非就是利益的分配跟分赃的问题 仍然回到原点 所以这个高一帮博士 谈到习近平的时候 他认为他就是一个没有料的包子啊 没有料的包子犯了很多错 包括在去年这个1月2号 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嘛 然后成功的激起了这个有亡国感的人的恐惧 以及愤怒 所以只好集结在蔡英文的脚下 所以这是这个习近平犯的错 但我总觉得啊 这个错犯的这样子也太容易了 我根本压根认为说 这是一种助选的行为 凡谁选上都一样 可是如果选上这个人 他相对的比国民党更有机会呢 跟他签署所谓的和平协议 那要扶植谁呢 那非常的简单 可是绝对不会有第三势力出来 无法出现 如果有第三势力可以出现 也毕竟有这个中共的这个推手在后面 OK 我们下一段进来 R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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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K 中文章 häufig就这样子独那基础 多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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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ton comm again 下架重点 Ex 뭔名清 误言者的盲遥 大家一起判建设驗 如果 加入VTW会员 搜寻LINEID加入好友 键入at.vtw 加入好友后点击聊天开始操作 点击点子登入 如右图依序回复完成注册 加入付费会员享有专属优惠 点击大图 点击您想订阅的会员方案 填妥信用卡号等有效资讯 完成付款 晋升为金赚金值会员 谢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大家好 所以小子百合子跟蔡英文都一样 他们都主张说选举看政绩啊 不要看变证书啦 凡是会说这种话的人 要么就是笨 笨到无可救药 要么就是坏 坏到无可救药 为什么是笨到无可救药呢 你明明就有学位 你搞了半天 你还有公权力 你竟然没有办法证明自己真的有毕业 这不是笨吗 这笨到无可救药了 另外一个情况是 他根本就没有毕业 从头到尾造假骗了你这么多年 小子百合子从1976年骗大家骗到今天 骗了44年 厉害吧 蔡英文从1982年 明明没有毕业 骗大家骗到今天 骗了38年 也很厉害啊 后来他说不对 我是在1984年毕业的 所以我们被少骗了两年 算36年好了 会不会觉得比较有安慰感 什么叫做选举看政绩啊 不要谈毕业证书啊 就代表说没有毕业 就这么简单 这叫做犯罪心理学 当你犯罪了 你的回答 你的整个布局 其实它铺成了一个你的心态的反应 所以懂犯罪心理学的人 看到这一句就知道说 没有毕业 所以已经可以形成心症了 你要么就是笨到无可救药 你要么就是坏到无可救药 那也许两个都有 既笨又坏 笨的人当坏蛋呢 其实不太容易成功 那能够被他们骗倒的人呢 都是自愿被骗的 所以你也就不用去叫醒这些人了 因为他们早就已经知道真相了 但是他就必须要坚持 因为他有既得利益 他是跟他同一条船上的 你希望他跟蔡英文同一条船上的人会讲实话 这也太强人所难了 对不对 那如果不是跟蔡英文在同一条船上 而是那些会去捐三只小猪 认同蔡英文 成为他的粉丝的这群人 甚至甘心成为粉丝之外 还可以到处去霸凌别人 甚至学到一点这个网路的技巧 去检举你 去攻击你 然后去扰乱骚乱 这东西去报警其实都可以找得到啦 那这群人他到底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 你知不知道当你们这么做的时候 你们是在攻击真的为台湾努力的 这群人 真的看到真相的这群人 想要挽救台湾的命运的这群人 你觉得你去护卫一个说谎的人 或一个在分配利益 然后不管台湾未来年轻人的前途 你觉得你这样的捍卫 你的价值在哪里 可惜啊 你很难跟这样的人对话 你也很难唤醒这样的人 所以我们只能把有限的时间 有限的生命 努力的往前走 不能够停下来 这个是英国首相 前首相丘杰尔说过的话 他说如果你一路上啊 对于这个 遇到一只这个对你狂吠的狗啊 你就停下来的话 你永远走不到终点 所以我们遇到狂吠的狗呢 不能停下来 继续往前走 这就是我们能做的 学起看政绩不用谈毕业证书 那我们就来看政绩 请问小池百合子有什么样的政绩 他在上一届所提出来的 所谓的什么七个零呢 就是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不会再有什么事情发生 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这个七个零呢 好像没有真的达到什么 那积极的部分呢 遇到了疫情嘛 没办法 所以东京奥运被卡在那里 半空中不上不下 甚至也许明年都没有办法办 以目前整个中国的疫情 是这样起起伏伏的 对不对 那对于蔡英文呢 他的政绩是什么 最近的民调一下子下跌十个百分比 为什么 台湾已经从疫情的这个迷藏里面 醒过来 那醒过来之后 大家就要看政绩啊 不是吗 才不过这个520过去一个月呢 他的政绩是什么 吓死人 第一个就是总统府的骇客们 对不对 然后这种分封官位 这难看至极啊 到今天为止也不告诉我们真相是什么 到底是谁的电脑掉了 还是真的有骇客骇进总统府 都不说 都可以不说 所以我们说任何一个真正负责的一个总统呢 应该要怎么样 应该要学美国在1978年所订定的总统记录法 以及总统职权行使法吧 应该有这些东西吧 你说要修宪 这东西先弄出来吧 清清楚楚的 让他总统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 以及他直接指挥的幕僚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 通通留下记录 你们是不是有利用文化总会去养自己的网军 你们是不是有利用政府的什么样的预算 去养自己的网军 你们怎么分封这些官位 你们怎么去践踏党内民主 然后践踏的过程 把所有的程序在初选的过程一改再改 这些东西都要留下记录的 现在没有记录 就可以好官我自为之 就可以分享这个政府的这个机器 分封 得到利益 这跟帮派有什么两样 没有依法行政 没有法律 无法无天 你们就是帮派 而且还是不讲道义的帮派 谈你的政绩 就有人谈到这个 认为影响他的这个知识度 还有一个就是大法官 就是通奸除罪化 其实这东西我们讲很久了 在2015年的时候 有几个议题就被提出来了 第一个要废死 第二个通奸除罪化 第三毁谤无罪 对不对 再来是这个废死 同婚 这几个议题 都谈了嘛 还有通过难民法 这五个东西 其实大部分是没有选票的 很多人对难民法不理解 政府也不出来 帮忙宣导一下难民法的真相 所以当然不理解嘛 甚至他们故意放风 放风带风向 让民众更不理解 所以难民法无法通过 同婚呢 在双边大打出手的情况之下 硬是过了 以为你会先弄废死呢 结果不敢 不敢阴其风 所以弄了通奸除罪化 结果现在民调出来的结果是 六成的民众不理解通奸除罪化 不支持 所以民调下跌 我觉得这也不冤枉了 我现在走到哪里有很多人就问我说 通奸除罪化的意见是什么 其实政府真的不应该介入个人的婚姻 民事的赔偿请求权还是在的 所以通奸除罪化 OK啊 我觉得应该要自己去看守好自己的婚姻 那通奸有罪啊 也没有办法看好自己的婚姻啊 所以政府不应该介入这个私领域的部分 民事赔偿那是没有问题的 民事赔偿本来就应该是法院来裁判的 所以以后就是要自己主张自己的权利啊 当然你不可以说 那以后我们就自己来好了 这个白刀进红刀出 这个也不对了 当然我们有听到法界的人在开玩笑 这些大法官回到家里的时候呢 他的另一半呢 是会主张说通奸是吧 管他是不是除罪化 其实呢 直接把自己的拳头拿起来 在家里自己解决 这当然是开玩笑的 所以看政绩啊 哪里拿得出政绩 关键就是在经济不是吗 蔡英文政府啊 搞不好经济的 因为他们把持了外劳的利益 他们让那一群人把持外劳利益 那台湾怎么可能会有经济的政绩呢 没有经济的政绩 台湾媒体也不会正常的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 用We.TW这个平台 让所有自由的声音能够越来越多 在这个平台上面 我们希望能够呈现 其实台湾的真相之外 还有台湾的文化文明 从饮食到艺术 我们一定要重建文明 而不是去看花钱去 弄那些有线电视 然后自己还要被洗脑 加入We.TW会员 搜寻LineID加入好友 键入AtWeTW 加入好友后 点击聊天开始操作 点击点子登入 如右图依序回复完成注册 加入付费会员 享有专属优惠 点击大图 点击您想订阅的会员方案 填妥信用卡号等有效资讯 完成付款 晋升为金赚金值会员 谢谢您的支持 大家好 我们今天很开心 就是要介绍大家几款保养品 我们We.TW商城的商品的坚持的原则 第一个就是在地台湾至海外弃作的话 也一定是台湾人去弃作 这是我们的两个原则 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这位帅哥 他是瑞城生医国际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曾成佑 曾佑是英文名字是Ricky 大家好我是Ricky曾成佑 对我看你的这个学经历 其实你是学干细胞的 算是对 所以你是中山医学大学 对中山医学大学做事 一开始你就在国际检验 然后生医公司 还有干细胞应用协会 你是讲师 你对于干细胞的这个实验跟培养 这本来就是你的专长 是没错 那为什么会去做保养品 其实最主要是因为现在其实保养非常多 但是所有知名品牌 他都是国外的 在台湾来说的话 并没有非常知名的品牌是推到国际上面的 我自己本身是有就是已经有老婆了 那即将小孩要出生 对然后再像就是妈妈他们都是一定都有用保养品 因为女生就是爱美丽 对所以那加上我自己本身其实就会制作这些东西 因为机会之下呢 跟我几个朋友就一起合作讲说 反正这样我有技术 大家都有资本 所以我们就一起合作 然后创立了这个品牌 所以你的团队基本上都有生衣的背景 我先要跟大家说 我为什么会接触到他们的产品 其实是朋友送的 就是我其中一个闺蜜 这些女孩子喜欢买东西 然后买一买就发现说好用 所以我就开始试用 试用了之后呢 我就知道为什么这个 这么挑剔的这个朋友 这么爱用他 第一个他的价格真的好实惠 因为我们就是想让大家 不论是学生族群或者是刚出社会的新鲜人的小资族群 或者是甚至于妈妈或是所谓的贵妇 大家都可以使用 而且大家都觉得说这是好用的 对然后再来这么挑剔的人 为什么会觉得好用的原因是因为 他真的有效啊 我那个朋友挑剔到什么程度呢 他本来是买左边这个 那就是这一组是所谓你们的吉润的系列 对不对 那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三个是什么东西 这三次来说就是化妆水跟精华油 精华油 它是精华油它不是精华液 然后再来是乳霜 他最后大部分的订单都是这一支 对对 精华油 所以就知道说我们现在讲到就是完全没有Q过 那我用的结果我也非常喜欢这个精华油 因为我本来我是油性的肌膚 我不太喜欢用油的 对对对 可是现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真的就是保湿可以锁水对不对 对 然后包括化妆水怎么用啊 我也是从Ricky身上重新学习 来告诉我们化妆水要怎么使用 那第一道步骤就是化妆水最关键 那这方面来说大部分都是 大家都会只上一道或是上两道 那大家就会讲说这是错误的 也不能说它错误是大家从以前到现在大家都是这样子做 可是因为现在的又有环境的因素或是大家工作忙碌的因素等等 生活压力 所以基本上我们人体的就是水分会就是越来越流失等等之类的 所以呢像化妆水来说的话也要就是因应食人力物等等去做改变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除了你可以用在手心上然后把它轻轻拍打完之外呢 上了第一道 那如果你觉得很快就吸收了 这不是代表好事这代表你缺水 所以呢你必须要再上第二道甚至于第三道 基本上第一次尝试的时候呢你会可以尝试看看 可能会上到五道六道七道都有可能 当你上到你最后发现有点浮水的情形之下呢 这才代表你的水分是足够的 上这么多道我觉得成分会影响很多 就是说为什么它可以锁水以及你里面放什么东西 你下了很多的重本可是你价格定的很便宜 你坚持在产品里面只放有效成分 先介绍这个好了 这个是极润的复活修护露 这个就是化妆水嘛 那我看你的讲的这个里面的主要成分 海藻胶 锁水磁石 综合本草维他命 因为海藻胶来说的话它本身基本上就是 它里面有含非常丰富的锁水因子 对我们第一道来说的话 我们会添加这个东西 就是想要让你一开始就有一个 所谓的保护膜形成在你的肌肤的表面上 那形成在你的肌肤表面上来说的话 你就不会去容易让你的水分流失 对 第一次使用要按一下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因为它有所谓的空气 壓瓶算是比較特別 它比較就是你帶出門來說的話 它放在包包裡露出來 對 因為我們的瓶身 就是有另外特別的找過設計過的 鎖水磁石 我看到很多化妝品 保養品在講到這件事 現在大多數都是添加在高級保養品 添加這個東西來說 它可以拉到6到8小時 手臂上面有差跟沒差 天壤之別 所以它確實馬上就有看到效果的 這樣一個本質 我們最主要的技術是在於 所謂的剝膜技術 那所以這個是修護露 我自己很喜歡 這是修護露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精華油 上面有複合式的油脂 包括堅果油 海藻油 金展花 洋柑橘 這個都是油類 小麥油 酪梨油 火鍋吧 然後再來它有Q10 黃旗 千日菊 黃花油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它的用途是希望能夠 滋潤臉部的肌膚 撫平皺紋 恢復肌膚彈性 然後呈現肌膚的光澤 我覺得每一次再用一點點 它的延展性非常的好 基本上它不用一滴 基本上就可以了 全臉幾乎都可以推開了 所以有了化妝水之後 精華油嗎 這個順序是這樣子嗎 1 2 3 對 那第三個就是這個晚霜 它其實早晚都可以使用 白天也可以用 所以我叫它乳霜 我沒有叫它晚霜 聽說有一些屬於晚霜系列的話 它白天如果擦可能皮膚會更黑 日霜跟晚霜的差異性是在於說 它裡面的營養成分會增加 真正的強調就是肌膚想要恢復殘性 或是想要恢復像Inner Baby的肌膚等等之類 來說的話 強調低一點 真的低一點就是保濕很重要 當你保濕做好之後 你會發現你很多的一些肌膚的不適應 或是覺得肌膚會痘痘啊 或是說妝感不服貼啊等等之類 它基本上都會慢慢的去改善 好 那所以主要成分是 植物類肉毒 這是什麼 效果去跟病毒類的東西是一樣 但是它是天然的 OK 好 所以不要看到肉毒這個心裡很害怕 它有生成保濕的效果 是 然後有複合式的神經吸安 現在基本上也是在近三年來很流行 它就是會做一個訊息傳導啊等等 讓你保水的因子能夠讓你自己促進你自己生成 理解 這可能跟遠文外線感覺有點相似 有點類似 就是讓你的細胞自己給它能量它就會自己工作 對 與其外在補充不如讓它自己工作 然後納豆精華 蜂王薑萃 再來就是三聖泰 可是這些東西如果都是主要純聖進去的話 它應該是非常昂貴的一瓶乳霜 沒有錯 而且我們的配方的比例也跟大家比較不一樣 大家都是由小往上加 我們是由最大的percentage的比例往下調 乳霜類的產品它只放2%的話 最貴的它就是從2%開始放 但是有一個東西是兩邊就是年輕款的跟這個比較熟齡的 共同會用的一支就是清潔 因為清潔是所有是基本的工作 那清潔我知道是你親自設計的 你為什麼把它設計成是一個結鹽的慕斯 不然是用凝膠類的或是像一般的乳霜類型的洗臉 或是像現在用的慕斯類型來說的話 基本上都可以 效果基本上其實都一樣 清潔力都是足夠的 那為什麼我會喜歡 就是想要做成慕斯形狀來說的話 也沒有什麼態度 就是因為我個人喜歡用慕斯 就這麼簡單 它很容易取用 因為它就是壓擠的瓶子 然後慕斯就出來了 壓一下或者有的就是壓兩下 基本上就夠用 它主要的成分是納豆精華 跟印度三扁豆的萃取物 它也是屬於保濕精華類的一種 那它也會促進你的身體的 保水因子增生 那我其實問過你就是說 包括有沒有過敏的問題 的關鍵在哪裡 是因為有一些人添加了法定的防腐類的東西 對不對 有些人對這些東西過敏 那所以我們所選的這些 所有的有效成分類 類比來說的話 我們都是選擇最低敏的 所以我目前試用到現在 有超過百味 那沒有任何一個是有 有任何的肌膚的紅腫 或是過敏 我自己也沒有 完全沒有 這些都是有所謂的 原廠給我們的一些數據 國外原廠給我們的數據 那我們當然不能只相信原廠 對我相信的是文獻 所以我們還是有一個 最後一個問題要問 你的有沒有產品保險 有我們有產品保險 那產品保險是哪一家公司 所以有產品保險 大家不要擔心 這東西基本上就是國際大廠品牌 他們是怎麼做的 我們基本上都會按照他們的流程下去做 會希望就是說 我們一樣是專櫃國際品牌的品質 但是會是台灣非常親民的價格 有沒有男生在用 男性在用你的產品 其實這有啊 男生也能用啊 男性基本上 我都會推薦他們直接用超潤就好了 因為男性本身就是比較容易出油的肌膚 再加上男生比較愛吃 身體各方面的養分其實都很足夠 好那我們今天謝謝Ricky帶給我們這一個 兩款的保養的非常好用的這個產品 然後真的是佛心架 那我們即將在我們的這個 WT Level商城上架 敬請期待